震惊百万博主 就是我 就是我 一年空瓶最多的居然是 几十块一大桶的椰子油 对的 椰子油它不光是公韧的超级食物 好吃不胖 而且还是非常优秀的护肤成分 从头到脚它都能用 我还特地买了一本书来做功课 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些 我自己平时很爱的用法 宿口 我跟你们讲 我第一次感觉到椰子油的好 就是宿口 用它来宿口 真的可以让你口吐分旺 而且让你整一个口腔环境 非常非常健康 浅浅挖一勺椰子油 用舌头让油充分流动了 口腔各处 漱口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你们真的不用去担心 它很油或者反胃什么 椰子油本身的质地 就是非常清爽水状的 吐掉以后 直接可以刷牙 或者用盐水漱口 非常非常清新 而且你自己感觉很舒服 椰子油漱口这个喜欢 我已经见过了好几年了 至今没有找到过 比椰子油更好用的漱口水 导致我做博主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看上过 什么漱口水广告 少赚了可多浅的 护发护甲 椰子油它本身就很清爽 所以说像我们平时 什么手关节比较干裂 小后跟比较干裂 去抹它 不仅如此 我还会拿它来抹发烧 你们别不信 我身边很多很多贵妇姐姐 包括很多好莱坞明星 什么贵的什么女子 酱发油都不用 就爱用椰子油 因为它就是很天然 而且很有效 每次在头发半干的时候 稍微举举就够了 顺着毛铃片方向去涂抹 特别是染烫后的头发 是我特别同样的 你的手指甲和甲原 这一部分的成分 其实跟你头发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平时很喜欢 用一点椰子油 去擦我的这一些甲原 它对你手后面 容易长倒似的效果 特别特别好 香风预言 如果你们有了解过 方向良法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 椰子油它是非常好的基地油 好吸收 而且可以管理其他精油的刺激 我就经常拿椰子油来做预言 不单单可以拿来泡澡 而且拿来磨砂 效果也非常好 尾巴会取 一二两勺椰子油做底油 滴入两三滴精油 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柑橘的 都需要混合 因为椰子油它本身的溶解力 就很好 再以1-5的量加入粗盐 简单搅拌一下 超好温 然后我自己还会往里面 加一点橙皮碎 增加点摩擦力 也会增加一点香味 逆分起来 保存好就可以了 用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先把皮肤打湿 用它浅浅的先抹一下皮肤 因为我们放了椰子油 所以说它整体的滋养度很高 除了你用你的去抹 它也会很温和 不会干燥 用完以后你可以冲掉 如果你有条件 你直接可以带着这个浴盐去泡澡 这个气味真的太治愈了 精简护肤 而且因为椰子油 它本身的成分是非常轻敷的 所以说干皮拿来护肤 完全没问题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一周找一到两天 不用任何物品 用化妆水混合椰子油 1比1的去擦脸 这样做不单单可以让你水油同步 而且还可以让你的护肤 增加的精简 让你皮肤自己去分泌油脂 去保护你的屏障 那最后人如其名吃沙汁 当然有义物教你们几个 椰子油的吃法了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是随便吃两口吃会胖的那种 易胖的体质 真的可以去试试一天两个勺椰子油 常规的那种小蔬菜煎鱼什么的 我就不给你们讲了 我来给你们做几个 你们根本就想不到 但是亲测好吃的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椰子茶 听起来就很好 对不对 锅里先把这个红茶包给煮开 放一点零卡糖 倒入牛奶 因为我有比较严重的乳糖不耐 所以说我加的是椰麦奶 女生的话还可以加点姜进去 到这样看起来像奶茶一样了 把它倒出来 半勺椰子油 哇 一下子就香起来了 有条件还能撒点肉桂 更能激发这个椰子的香 啊真的超好喝我天 香气思宜 特别特别适合秋冬 椰子油炒蛋 我跟你说在北美巨流行 鸡蛋打散 盐 一大勺椰子油 下鸡蛋 黑胡椒 这个当中的菜我给你们讲 超香啊 这一整天都不太饿的 昆盘 它会椰子酱 真的 谁吃谁知道 直接把椰子油 坚果 变糖人 打成泥 打出来之后 很香的 有椰子味的坚果果泥 涂在这种面包上 嗯 超香迷糊的 最后提醒一下 一定要记得买这种 virgin coconut oil的 出炸的